接下來就是考試的重點叫做透鏡的成像 就是一個透明的網頁 然後呢做一個可以讓光線折射 然後啪啦啪啦啪啦成像透鏡這樣 這裡有所謂的突透鏡跟凹透鏡 如果純粹講透明還可以是一個玻璃磚 一塊玻璃磚 我們講過玻璃磚會有什麼狀況 就是入射光跟折射光會互相平行 那是有個小位 是以前講過的 那有所謂的雙凸、平凸、凹凸 雙凸、平凹、凸凹 那就麻煩了 凸凹叫做一邊凸一邊凹 凹凸叫做一邊凸一邊凹 那到底是凸還是凹 那麼就要看什麼叫做突透鏡 就是中間比較厚的叫做突透鏡 重點它會使光線匯聚 有一些考試題目你只要知道 突透鏡會匯聚、凹透鏡會發散 你就可以解決掉 只要記得中間厚的叫做突透鏡 中間厚的突透鏡 然後它可以使光線匯聚 我們八年級上課的時候解釋過為什麼了 然後反過來 中間如果比較活的叫做凹透鏡 它會使光線發散 再說一次 有一些考試題目你只要知道突透鏡會匯聚、凹透鏡會發散 就解決了 要記得這件事情 突透鏡會匯聚、凹透鏡會發散 然後這個上面有些名字要知道它什麼意思 中間有個叫靜心 中間有個叫靜心 然後呢特點叫做穿過靜心不升偏折 我上課講話其實是會偏折 它會當作是一塊小玻璃磚 會有一個位移的 是因為我們講的是藏國透鏡 非常的國 所以位移非常的少 但是沒有 所以我不升偏折的重點 通過靜心不升偏折 然後呢 左邊一個圓心畫一個圓 右邊的圓心畫一個圓 中間兩個圓心比圓心比較重要 通過主軸 主軸 它會垂直我的透鏡 然後通過靜心 比較重要的是後面的臨時叫做 焦點 折射光會匯聚的那一點叫做焦點 有匯聚有兩種 一個是真的匯聚 像下面左邊的圓 光線真的有到 那叫做實際的匯聚的焦點 像右邊的是凹透鏡 光線是發散的 所以它是延長線匯聚 然後延長線匯聚 那個不是真的匯聚 所以叫做虛焦點 所以虛焦點 所以有真正實際匯聚的焦點 有延長線匯聚的虛焦點 突透鏡會有真的匯聚的焦點 凹透鏡是延長匯聚的虛焦點 反正就是光線匯聚的那一點叫做焦點 有焦點 OK 有所謂的虛焦點之類的 然後呢 你叫做焦距 焦距就是焦點到靜心 要算是要算到靜心 可是我們當初做實驗 靜心在靜子裡面 我們做不到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量到靜面 那如果真的是長薄透鏡 差距非常的小 就當作沒有是不是這樣 而且是長薄透鏡的焦距會很長 焦距很長的話 你差一點點一直沒有差太多 OK 焦點跟靜心的距離 然後就是成像 我這邊是用整理的方法 幫各位整理出來 你可以把它背下來 或者呢 我們講義上有一個神奇的表格 剛才會講 你可以把那個神奇的表格給它背下來 但我用我的焦法 那我再跟你說 好 突透鏡焦點以外是導力實相 焦點以內是正義虛相 整理虛相 兩倍焦距外是縮小 兩倍焦距內是放大 兩倍焦距內是放大 剛才講過 你可以把這個結果記下來 結果記下來 然後考試題目之後拿來用 然後可以背我的表格 神奇的恐怖的表格 或者是用我的焦法來用你 OK 然後呢 有一個特殊點是兩倍焦距以前很愛考 現在就不特別強調 兩倍焦距是個特殊點 它會在這裡的兩倍焦距 會在另外一邊兩倍焦距成像 而成的是一個導力相等的實相 大小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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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具跟相對一樣 物具是兩倍焦距 相對也是兩倍焦距 這是個特殊點 以前很愛考 現在就比較沒有那麼特別的強調 沒有那麼特別的強調 OK 然後焦點的像最大 焦點的像最大 大到無限大 一個細胞都放到宇宙一樣大 所以叫做不成像看不出來 所以越靠近焦點像就會越大 不管是從左邊看起來從右邊靠近 所以越靠近焦點像越大 越遠離焦點像越小 這是一個了解的事情 OK 凹透鏡就只有一種像 所以考試考得比較少 因為沒有變化 凹透鏡這個大家都說 正力縮小虛向 而且是在同側的地方 就是我跟鏡子的同一邊 然後比較靠近鏡子的地方 會成一個正力的縮小虛向 正力縮小虛向 所以就單純的背下來就好 它沒有變化 你就把它記下來背下來就可以了 好 凹透鏡只有在一種像 在同一側跟透鏡在同一邊 比較靠近透鏡的地方 會成了一個正力縮小虛向 正力縮小虛向 OK 接下來 這是我上課希望你記住的事情 物在無限遠向在焦點 物在兩倍焦距向在兩倍焦距 物在焦點向在無限遠 這個在呈十項的時候 意思就是中間叫做鏡子 有一邊叫做物體 物體越靠近鏡子 向就會越後退 向就會越後退 這個狀況 然後物在無限遠向在焦點 物在兩倍向在兩倍 物在焦點向在無限遠 那麼下一個是我上課教你記的方法 學生有說這個很好用 不是我說的 學生說這個很好用 相信我它很好用 2FF切一切 下面寫上縮小放大 上面寫上導力矢向正力虛向 然後多基一件事情 越靠近焦點向越大 所以左邊靠近叫做意色見大 成像跟物在鏡子兩邊 叫做意色見大 然後另外遠離在這邊 同色會見小 然後呢我們說過了這個怎麼用 你就是看它人家給你什麼 你就怎麼用 東西人家告訴你說我放在兩倍焦距外 就兩倍焦距外 兩倍焦距外 所以往下看叫縮小 往上看叫 導力矢向叫縮小 導力矢向 放在焦點跟兩倍焦距間 往下看放大 往上看導力矢向 叫放大導力矢向 放在焦點 放在焦點內 往下看放大 往上看正力虛向 就是 放大正力虛向 正好在兩倍焦點 往上看叫導力矢向 往下看叫做不放大也不所 叫做相等 所以相等導力十項 這樣就記住了 就是告訴你 可以方便你記住它成什麼項 學生說這個好用 不是我說 學生說好用 記得 然後呢 我們講一下恐怖的表格 你要背表格也可以 反正考就考這個 兩倍焦距外 誰怎麼像焦點類 你會就好 我有我的焦法 我用文字敘述的整理給你看 我用表格整理給你看 隨便你用哪個方法 反正你就給我 記好就對了 記好就對了 你這樣 記好就對了 把成像的最後結果 記好就對了 凹透鏡很簡單 只有總項 正力 縮小區項 很好考 很簡單 凸透鏡有兩倍焦距外 焦點跟兩倍焦距 間跟焦點內 各自的成像記好 把他該背的背完 你就會了 這就是 有關於凹透鏡跟凸透鏡的成像